星東擊西 其實經常都會將一些外國討論得很多的課題 都放回看看香港做常點 經常跟國際接軌有很多社會民生議題 不只是政治議題 我們都要追上世界潮流 畢竟香港也有國際大都會 所以今天有香港婦女忠心協會的Doris 也找來其中一個他們的會員 學員Fonnie 我們說今晚其實你才是主角 你真的參加了他們的課程和活動 然後現在又在另一個崗位上貢獻 你之前是叫做退休嗎 這麼年輕也有了退休 你很本事 不…只不過是之前的 在工作就退下來 就不想去做繼續的那份工作 又沒有退休年齡 我覺得既然之前的工作做了那麼久 又不是很開心做得到的 我覺得作為一個婦女 柴米油鹽醬素茶煮食的那些 是最容易我們入手的 所以我覺得… 是嗎? 對… 因為基本上我很喜歡煮食 是嗎? 對… 我意思是現在對婦女的定義是很寬的 是嗎? 她可以… 喜歡茶米油鹽醬素茶也行 或者她只喜歡這幾樣 或者只喜歡一樣 都可以的 我們應該… 社會越成熟 應該提供越多的選擇 沒有理由只逼你喜歡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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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理由可以自己選擇 還有我做這麼多訪問 我知道Fony真的開心 因為剛才我聽到她說 很喜歡 她的好字是… 她有力量 很有力量 所以我們今天很開心 就是你一提 但先交給中芯那邊 你們是中芯的協會 還是中芯協會 香港婦女中芯協會 中芯協會 即是中芯協會 我們的有舞會 本身叫香港婦女協會 但因為我們真的做很多 唱義的教育工作的時候 接觸到很多婦女 而婦女是需要服務的 所以我們就開了一些服務中心 所以就是香港婦女中芯協會 所以現在你們就是 以搞服務為主的一個網絡 也提供一些培訓 有培訓 也有一些支援項目 例如一些離婚婦女 單親家暴婦女的需要 我們都會幫忙 即是唱義就是在這個層次 你就是在落地執行的層次 唱義可能跟一些官員 議員 所謂政策制定者說 你們好做這些事 在外國其實很多都做到 都不只是一般的培訓 其實已經是同工同酬 我在這個節目之前都說過 沒錯 就是如何突破玻璃天花 要多些人進入董事局 香港也有說的 但其實地面那一層 真的做得很不夠 所以你們其實是落地做的 沒錯 提供很多培訓服務 對 有什麼服務呢 對 正如你所說 其實我們都有一些唱義 不過其實我們唱義很落地 因為其實我們的需要 我們怎樣知道婦女的需要 其實真的跟她們一起做出來 看到 然後才反映 對 有什麼服務呢 其中一樣就是 關於婦女就業的項目 正如你所說 也對 婦女就業 不只是做就業的事情 其實看到很多一些不足 我們要幫忙去怎樣令到這個社會做得更好 其中一件事可能是託兒 又或者其實很多一些上班的時間 其實對婦女不是很配合的 要求她們又要去照顧家庭 但是說一份朝九晚六的工作 其實舉個例子 真的很簡單 託兒服務 如果她開九點鐘 其實媽媽上班九點 她已經用不到這個服務 很浪費 對 9點鐘的託兒服務 你不要做了 真是我的意思 對 還有 可以11點才上班的婦女 其實本身可能都沒有什麼就業問題 對嗎 沒有就業問題 對 還有譬如託兒說 譬如你中間午餐時間 沒有接送的時候 小朋友放學 沒理由婦女要去接小朋友 放學後才再上班 所以一些配套很重要 而且要做得到位 對 就不是一個很籠統的概念 總之你上班的時間 我就有託兒服務 這個就是所謂不落地了 她不用由她的家 送她去託兒中心 由她託兒中心 又不用… 送回家 不… 上班 其實那裡要計算兩程時間 要計算一下 是的 我知道有些地方 開8點也太晚了 因為上班的路程也不短 沒錯 你又很難真的建立 你家旁邊有的 就算是香港 塞一塞車 九個小時才上班 有什麼那麼奇怪 所以其實要開7點半也不一定 是的 那你7點半要開 那個中心就要… 7點就要開門了 那你要量度這些 而且你剛才說下班 下班不用時間 真的把小朋友推出門 但又這樣 你開得太遲 老闆就慣性加班 那那個託兒中心 又永無止境 不用關門 這些平衡就是要落地去想 沒錯 但你還是說服務 你還未說 對 對 我們培訓項目很多 包括一些所謂的語言 即是他學英文 又或者學電腦 又或者真的學煮食 譬如很多所謂的快餐店 中式煮食等 這些技巧都會有 甚至現在坊間很需求的 一些所謂在家裡照顧 在家照顧的工作 又或者一些長者陪診服務 其實很多這些工作背後 有很多培訓的需要 很多技能和知識需要學習 所以我們會有一系列的課程 可以提供給婦女 另外譬如她如果要去找工作 那你們有沒有這方面的支援 當然有 一定要配套 例如呢 例如他們上完生 我們培訓課程 其實我們真的還有一步 要跟他們接駁回市場 所以我們跟很多公司有聯繫 例如剛才說 如果是做食物的 餐飲業 一些集團 餐廳 我們會嘗試轉介工作 給我們的婦女 那你教他們見工 要的 對 因為很多時候他們不懂得見工 而是信心 對 問題 即是她對著你 當然每天都見著Doris 那就沒什麼 突然見著那個 是不懂的 有機會聘請她的人事部 也好就緊張起來了 對 或者不知道怎樣表達自己 例如舉個例 很多婦女 可能做了家庭主婦很多年 這部分其實很多僱主都會有個問號 究竟他們這幾年做了什麼 但其實也很坊間 覺得家庭主婦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沒有什麼貢獻 我不應該告訴別人 但其實我們去看家庭主婦 其實她學了很多東西 照顧小朋友煮食 很細心 一些很微細的工作 如何安排妥善 其實他們去想回整個過程的時候 其實他們可以很自信地 表達給僱主知道 我明白Doris 但我聽了一大陣子 但Fonnie正在做事 然後她做到不喜歡那份工作 亦都很資深 聽她說 雖然她很年輕 但聽她說已經做了一段時間 那你的項目怎樣幫到你 你是不是想 剛才她說的那些 還要叫你去健康 不是 你不是的 她可以教的 那Fonnie學了什麼 其實她那時候 因為她已經停下來 不想做二成份工作 暫時也叫做游手好閒 學習不同的班 自己會找這些課程去學 看到她們的課程是創業班 創業課程 是的 其實還有一個吸引 其實看不到我的創業 看得到 用自己喜歡做的貨物 做些做些食物 最主要是賺些零用錢 我說也可以試試 課程有點便宜 其實只是想去學煮食 誰知去到之後 是沒有東西可以煮的 是沒有東西可以煮的 最主要是教你真是怎樣 如果你有一個產品 有一種食物 你怎樣去銷售 你怎樣去推廣 怎樣去找市場 即是原先的想法 就是我喜歡這件事 還可以賺到錢 是的 有得想 即是少林功夫加足球 但結果真的被你踢得到場球 那這場球是怎樣踢的 回來繼續說 好 今天我們有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Doris和其中一個學員 會員Fony 說其實她幫助婦女就業 不只是找工作這部分 她可以自己量身訂造一份工 或者一個職業給自己 那不是婦女就業 是婦女創業 如果是這樣 沒錯 你形容得很好 其實是 真是讓她們去找回自己想做的事 這個才是我們在創業課程 最想做到的事 這個 我們挨後一點想 其實都挺適合香港的女性 她為了… 即是這樣說 我經常說 港女…港女好像很有貶義 但坦白說 你看著你婆婆、媽媽、媽媽 真是兒媽姑姐 她們為了家 多少人放棄了自己 青春多少年 想追尋的事 為了家人要放棄多少 都可以是很唏噓的 但你說不用唏噓 現在我們有個辦法 找回你的青春回來 還賺到錢 有這麼順利嗎 有這麼順利嗎 有,我經常說 有,真的有 真的有 正如剛才主持人說 我前半生已經做了一些 叫做家、事業、社會的財務 到有一段時間做了下來 就想想自己的第二春 下半生又如何 當然你當然希望找些很開心的事 我剛才說過我喜歡煮食 對 我喜歡煮食 他就說你煮食 找你用錢 也好,學一下煮食 參加了他的課程 但參加完之後 才知道沒有人教煮食 這個不是攀任節目 不是學煮食 但是反之一邊下去的時候 他真的教煮食 除了煮食之外 他真的創業 他教你 他有心態 你自己調整你的心態 技術上 譬如食物安全 你採購 你如何採購 如何計算 如何做市場 我覺得這是一個 MBA課程 真的很濃縮 即是你計算賣數 做預算 對 法例監管 沒錯 風險 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 物流 沒錯 我說了這麼多 都全部有嗎 中 難怪我上了多久 這個課程 我之前的課程 上了應該是半年時間 對 說就說長 其實都很濃縮 對 這麼多事情 一個星期是一天 但那一天是半天 即是半天的課程 但其實涵蓋的內容 有很多 你要吸收的東西 有很多 你頂不住 很喜歡 是嗎 所以哪有頂不住 只有不夠喜歡 沒錯 沒錯 因為這個令到我 我經常說 找回第二章 就是你喜歡熱愛的東西 其實我去做了什麼 就是學煮甜品 哦 我是很喜歡煮 哪種 法國的 中國的 日式的 哪種 我貪美 我煮法式的 哦 法式甜品 是 我現在開始的口水 你說說 對 之前我參加了課程 學煮咖啡 認識了咖啡 然後再煮一些法式甜品 但是 甜品沒有咖啡 和咖啡沒有甜品 都是罪惡 對 所以我覺得 在下午茶喝一杯 美咖啡 吃個蛋糕 是我們應該 給自己的一個時間 是 我現在的遺孫也來 你繼續 有機會請你吃 對 但是當你做一件事出來 如果你真的想賺零用錢的話 不是那麼簡單 是 自己開心是一件事 對 賺錢就是另一個故事 沒錯 沒錯 老師經常說 你真的要拿給別人吃 你賺一個錢 你就要有很高的要求 是 自己來說 是 也有些要求 是 但是老師沒有教你怎麼做 但是他們有個加拉給你 你的要求去到哪裡 那些食物不是說 你自己吃得開心 別人吃得開心就算 教了給你就不是創業 是 教了給你就已經是打工 創業者就是要有些位置 不教你也要懂得做 沒錯 你才能夠做 是 但是你說的就是這樣 他們量度的時候怎麼量度 你們怎樣找人教 我們 而且他要肯教 不好意思 得罪說一句 他肯教師奶 是 你知不知道 是多麼難的事情 雖然我對師奶這個名詞 現在越來越 我覺得這個標籤是很偉大的 要成為一個師奶 起碼要懂得九樣東西 是 不是 你會想念家 對 變成家裡的支援 夠不夠 或者原來 我們看這個創業 對他們來說很重要 也沒有支援 不要上上一潑冷水 真的很好 對 所以其實其中課程 我們有一個導師 他也很明白婦女的心態 所以他除了專注在一個創業 剛才方妮說的一些內容之外 其實另一部分 跟他們處理了很多 就是剛才說的那種態度 心態 就是怎樣去 不要只當自己是一個師奶 而是真的怎樣去找回自己 找回自己喜歡做的事 因為你喜歡做的 你自自然會投入去做的 這是我們相信的 加上一批漂亮的 是嗎 加上一批漂亮的 即使你走出來 就算你賣東西 你也要有一個不是師奶 我們是一個很漂亮的 穿條圍裙也是很漂亮的 是 那這件事周邊漂亮 就會令你個人多開心 還有有信心 不只是開心 我經常覺得在日本 是很懂得做這方面的設計 譬如他們早前是希望鼓勵多些年輕人 去從事農業 你知道日本的食材是很漂亮的 是嗎 米也漂亮 蛋也漂亮 但是很多年輕人不肯入行 因為辛苦 他們怎樣鼓勵 年輕人入農業這個行業 或者肯去做耕種 或者畜牧 他設計一些很漂亮的 農具 農夫衣 你覺得 哇 承認得穿上街也行 對吧 那你就 我想做這件事 還有你做的時候開心 不會髒骯髒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你找到一個好的導師 給予一個空間去設計這件事 沒錯 但是譬如說你這個創業課程 做了多久 其實我們其實現在做第二期 第二期 那你總結這個經驗 看到第一期學院 第一期學院 有沒有事情跟父女說 他們說我不行的 我是主婦 我說你不是主婦 你是個主婦 是怪獸之王 不要被人當你是怪獸 有時候就是 那你有沒有事跟其他婦女想創業的說 是 其實婦女創業 第一下想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好像很困難的事 但是其實如果你內心裏 其實你有少許事 拆著你的時候 你覺得可以試一下去做的時候 其實如果有一刻這樣的心態 我覺得已經可以去嘗試 不要先抹殺自己 要給自己一個機會 剛才說得很好就是 其實我們要找回自己的一個選擇 好吧 那麼機構角度就說 框架的東西 你在框裡面 現在叫做突破了框 是吧 阿芳妮你自己作為 真的轉型到 開心緊 是 那有沒有肺腑之言 有跟婦女說 我覺得就不要只想為別人 作為自己一個婦女 我們有很多能耐能力 勇敢走出來去選擇自己開心做的事 因為我真的轉行 我不懂做甜品 變成現在我可以賣給別人做甜品 因為我熱愛做食物 我見到其他姐妹有些人很熱愛做手工 每次回來我們是很開心的 但當然我們有個上課會哭的 為什麼呢 因為老師會發掘到 我們裡面有些婦女本身 很多無形的壓力 屈結 但也由那裡開始 令很多姐妹一起 大家扶持去做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 大家是開心的 賺錢當然是需要的 但在過程中 我覺得是找回自己 我經常說第二春我喜歡做食物 我又不會做甜品 我變成會做甜品 也有人欣賞我的甜品 我經常推薦的人 你參加這些課程 你會發掘到自己 你會令自己很開心 開心是很重要的 回頭看 不開心是怎麼來的 不開心是什麼 中間來說當然有些想放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做事要出錢 出時間 擺攤 我們叫做賣東西 但會虧錢 當然你會說 花心機 花時間 花什麼 但我會回顧中心的社工 他們比我們更辛苦 雖然你這樣說 他們出糧 不是 他們陪著我們一起做事 他們只是看份量 不會做那麼多 對 他們很多事 都是幫助我們做很多事 他們再說眼泛淚光 我覺得最重要 所以有人扶著自己 走著自己的夢想 這件事是很感謝他們的 芳妮提了一個字 叫第二春 對 你們又配合英文 春天的英文就是 Spring Spring Spring還有一個意思 是彈公 我們是否可以透過 令自己開心一點 迎接第二春 看你自己願不願意 彈去你未去過的地方 沒錯